對點 對 你知道嗎 可以 好就是這樣喔就是這樣 做效果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對的節奏嗎 對啊 好 好 有四 有 有四個主題 地理歷史 瑞典節日 然後呢 生活一 生活二 一二沒有差別 他就是都不相信 地理歷史 1905年的時候挪威脫離瑞典 然後瑞典就最終的領土確認 就長得跟現在一樣 然後呢 在兩次世界大戰 瑞典都是中立國嘛 那請問 瑞典是在哪一年加入歐盟 欸選擇了 A 1995年 B 1991年 1991 1995 好 答案是1995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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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喔 請問瑞典是什麼政體 A是君主立憲 B 民主共和 A A 我是說要 君主立憲 沒錯 A君主立憲 對他有國王 他有皇室 就是皇室是瑞典的門面這樣 他們沒有實質的特選 他們比較低調 對他們比較低調 好第三題喔 請問瑞典現在人口大約有多少 A 1030萬 B 9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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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萬 好答案是1030萬 哇 哇 哇 第四題 2019年瑞典人口增加了九萬七千多人 然後請問當中有幾%的人是外籍人士 A 90% B 55% 55 90 答案是 90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不要這樣 其實正確數字是94% 所以只有6%人士是 朱森林結婚 朱森林結婚 朱森林結婚生小孩子 對 會增加人應該很多都是 外籍人 對 可是我那時候查資料沒有想到 這麼多 哇 1397年 1397 為金人喔 北歐三國 當時為了要對抗 在波羅的海那邊的一個組織 所以自己有成立另外一個聯盟 去對抗 A 卡爾瑪聯盟 B 漢薩聯盟 卡爾瑪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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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教主第三題 就北 北歐五國 是 是 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 斯坎 蒂娜 維亞 其實有時候大家只會講 是三個國家 請問是哪三個國家 挪威 瑞典 挪威 紫慶答對了 好 好 我介紹一下 卡爾瑪聯盟 北歐三國 芬蘭包含在瑞典裡面 他們提出 斯坎蒂娜維亞主義的時候 芬蘭已經去俄羅斯那邊了 他的語言其實比較像俄羅斯旅 冰島是 就是離他們 對 太遠了 對 沒有自己想辦法 對 所以斯坎蒂娜維亞的時候 是不包含芬蘭跟冰島 好 再來關於林雪坪的 這題不能答錯 林雪坪大學有一棟建築物 是在我們來瑞典2019年8月才啟用的 請問是哪一棟建築物 特殊館 對 特殊館 他名字叫什麼 student who sat 好同步喔 最後一題 林雪坪大學有哪三個學院 醫學院 林雪坪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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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是7比4 謝謝 好下一組 瑞典的節日 OK 總共有 十題 第一題喔 請問 有一個節日叫做 懺悔星期二 請問當天要吃哪一種甜點應景 A公主蛋糕 B Semla 公主蛋糕 公主蛋糕 What 都太大了 Semla 我們都沒有看 我們都沒有看 第二題很簡單 傳統的復活節是 慶祝耶穌復活 那請問瑞典的小孩 會在這一天打扮成什麼角色 去別人家要糖果 A巫婆與巫師 B 耶穌與天使 耶穌與天使 烏婆與巫師 答案是 烏婆與巫師 哇 再來 從11月瑞典會 開始下雪 漫長的黑夜來臨 終於在最近 春天來了 請問哪一個節日 是為了慶祝春天來臨 A 溝火節 B 中夏節 溝火節 但是溝火節 中夏節還那麼遠 小朋友啊 一般的慶祝模式是 放煙火跟收 那個木質 請問中夏節的應景甜點是什麼 A 公主蛋糕 B 草莓蛋糕 我猜公主蛋糕 公主蛋糕 答案是 草莓蛋糕 哈哈哈哈 我們應該選擇這個消反 公主蛋糕跟任何個季節都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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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蛋糕 公主蛋糕 A 最長的黑夜結束 B 為接下來更長的黑夜做準備 宣告黑夜結束 宣告黑夜結束 打電動 答案 第六題 瑞典八月是敖蝦節 請問傳統上 這個敖蝦會怎麼料理 A 用鹽水和食螺一起煮 然後放兩吃 B 用鹽水和番紅花浸泡後再吃 我猜石螺 因為我覺得翻紅花太貴 我猜...翻紅花 答案是...石螺 請問熱紅酒是什麼節日喝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 聖誕節 倒數第三題 請問路西亞結除了薑餅、熱紅酒以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食物是什麼 我想一下路西亞結 但我會知道嗎? 你會知道嗎? 路西亞貓咪 這什麼東西? 還有兩題 這一題它其實不是一個節日 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紀念日 在2017年瑞典發生了恐攻 請問地點在哪裡? 石的熱門 最後一題 它有一個傳說 不講話,然後採花朵 放在枕頭下 你就會夢見你的真命貼紙 請問是採集幾種不同的花? 好浪漫喔 我提起了一個鞋子 你要把它放在枕頭下 我猜六 我猜...三 答案是...七種 採隨便十種 他們的比數是... 五比四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這是瑞典 生活題 第一題 請問瑞典的冰淇淋車是什麼顏色? 真的... 你要那麼翻了嗎? 答案是藍色 第二題 瑞典的國旗是黃色跟藍色 那請問... 丹麥的國旗是什麼顏色? 有趣都不會知道 會把路上都看得到 一、二、三 OK 都知道 耶 真的還是白色? 白色跟白色 Shirt Blood 是瑞典的肉丸 請問主要是什麼肉做的? 不知道耶 你的肉 瑞典雞蛋有分哪四個尺寸? 因為只買一種就不會注意其他種 欸現在幾比幾啊? 3比1 3比1 準備喔 準備喔 1、2、3 S、M、L、X、L 欸?都對耶 對 請問 IKEA 我在講什麼 IKEA加IKEA嗎 請問IKEA這個品牌LOGO 顏色設計的靈感是什麼? 用它顏色去判斷一下 好啦 1、2、3 對 沒錯 它是為了宣傳瑞典這個國家 所以 所以把它們原本是紅白 換成黃藍的 是喔 它原本是紅白 哇 很酷喔 這是在瑞典屬於回收 有特別專門的綠色袋子 這是屬於政府拿來做什麼 準備喔 1、2、3 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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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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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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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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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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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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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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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大家的 是 場面就是有公尺嗎 呃 是1.5公尺 大家有謝謝你們